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跌0.1% 报1616点 上证50 下跌1.13% 报2448点 截至收盘两市总成交额的最新数据是3254亿元 对比上一个交易日缩减406亿元 两融余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8975亿元 缩减37亿元 股份涨跌数目截至收盘上涨1479家 下跌1742家 今年沪港通北向融资余额524.57亿元 深港通北向融资余额515.12亿元 截至收盘 沪股通禁流出4.57亿 深股通禁流入4.88亿 从盘面上来看 在今天的中信一级板块上 领涨的是通信板块涨1.58% 餐饮旅游涨1.55% 煤炭板块涨1.26% 领跌的是银行跌1.63% 房地产跌1.44% 非银行金融板块跌不足1% 来看一下截至上一个交易日的十大活跃个股 排名第一位的是恒锐医药 总成交9.38亿 净流出1.10亿 排名第二位的是贵州茅台 总成交6.17亿 净买入2.09亿 接下来是美帝集团 五粮业 中国平安 排名后五位的是格力电器 大华股份 海康威视 万华化学和伊利股份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要财证券的一股分析师 黄泽航 Mark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么Mark 今天大盘有一个缩量下跌的行情 领跌的是上证五零 而户指在收盘的时候 鲜守了20日线 整一个大盘的成交量 又好像回到了解放前 回到几天前 3200多亿这样子的情况 对于今天大盘的走势你怎么看呢 那么今天整体大盘的一个情况是受到这个信贷数据 还有这个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那么整体这个缩量的一个行情 那么看到这个全天的一个成交也是这个不温不火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PPT里面的一个总结 这个刚才提到缩量的一个载幅正大 那么也是美秀说到这个银行股领跌 那么包括呢这个房地产股呢都是表现比较弱一点 那早上我们其实讲到一个信贷的放量增长 其实表示实体经济和融资需求依然旺盛 但是强监管之下呢 银行表外资产回不到表内 同一业维大幅收缩 导致涉融娱乐和MR的增速双双下跌 那经济银行股其实一直都是萎靡不振的情况 刚刚讲到两个数据又不佳 受此影响我们预计即将来银行股中报 其实未必会比未必好看呢 对那么银行股的中报有可能比这个去年的好一些 那么就还是受益于这个利差方面改善 以及这个银行的本身 资产不债的质量的一个改善 但是呢这个银行股啊 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空间呢 并不是特别大 特别是在这一种 这个信贷不断的一个紧缩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看到早上这个ML的一个速度呢 是六月份创下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低 并且呢这个社会融资的一个需求 头像呢也是受到明显的一个抑制 那么叠加后面这个资管新规呢 对于这些非标的一个融资 需求进一步的一个收紧 那么种种之下呢 这个银行板块后面要有这个 至少说情绪上的一个买入呢 是比较这个困难的 那么更多呢是靠这个业绩 一点一点的修复 那么这些方面 那么另外呢 房地产板块今天也是一个领跌的板块啊 那么房地产的数据呢 上半年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7% 如果看一至五月的话 增速是10.2% 也就是说六月份呢 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是销售面积呢 则是同比增长3.3%的 那增速一至五月的增速是2.9% 也就是加快了 统计局同时也是表示 下半年的雇头呢 可能会保持稳定 会加快房地产税的开征 那房地产板块近来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一个下降的趋势 也已经是跌回了 一五年大涨开始前的水平 那预计下半年的房地产板块 是否还是看淡呢 那么如果从早上统计局数据来看呢 六月份单月的一个销售面积数据 或者投资增速数据呢 实际上一到六月份 是较一到五月份有所改善的 那么这也印证了所谓的 红六月红五月 这个销售数据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房地产板块呢 这个房地产方面呢 主要还是一个涨价来源于 这个货币的一个供给 供应 那么早上也提到这个货币数据 现在这个不断的一个紧缩 这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那么意味着未来呢 这个靠大笔资金去炒 这个房地产的一个 过去这种现象啊 可能会进一步得到这个降温 那么这是一方面 此外呢 包括前期提到的一些盆改 还有这个国家 一个人调控去限制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成交啊 等等的都是比较偏负面 那么甚至呢 这个上周末又在流传这个 明年可能会进一步推行这个房地产税的一个改革 那么这一块呢 是在这个房地产 这个持有成本方面呢 是做了一些文章 那么这一块还是偏负面的一个消息 那么受此影响呢 今天整个房地产产业链呢 包括这个建材 水泥钢铁 还有这个家电呢 实际上表现的都不及预期 那么相信呢 还是跟这个货币数据 还有这个经济数据显示这个下半年呢 可能会有一点下行 比较这个疲软有关 至于领涨的板块呢 正如PPT上显示啊 早盘呢 是中心通讯的消息持续刺激通信股的一个涨幅 通信股是涨幅 居前的煤炭 我们今天早上讲了 关于这个煤炭价格持续走高的一个状况 还有消费股呢 也是在整一个消费升级的刺激之下呢 也是领涨的一个表现 这三个板块你又怎么看呢 那么通信股啊 今天主要是这个中心通讯 它是迎来了第三个这个涨题 那么消息一面呢 是这个美国商务部是正式的中止 对这个中心方面的一个限售 那么解禁 那么已经是这个属于一个比较 事件的一个推动型的 那么跟这个中心通讯有关的一些上游 中上游的一个供应商股呢 今天表现也不错 那么这呢我看觉得是更 是一个可以说股这个反弹 长期这个股价下 一个收复 收复一个反弹的一个需要 那么接下来呢 就带导了一些所谓的5G的一个概念股 涨幅靠前 那么当然这背后呢 离不开的就是芯片股 这些芯片 那么早上这个芯片的一个表现呢 也是实际上也比较活跃 那么至于这个消费股方面呢 那么受到这个早上的经济数据 显示6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 社会的一个零售总额是出现了一个改善 那么这呢实际上消费也是 对中国这个经济转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现在大家很多都赌这样的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那么像我们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些白酒股啊 食品饮料啊 这个餐饮旅行啊 今天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靠前的 不过其实讲到中心通讯啊 公司其实已经是发布了一个盈利警告 因为之前呢要罚14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罚款 对于整一个公司的盈利状况来讲 还是比较大的影响的 所以即使是第三个涨停 那大家就说我们应该是要规避为主啊 对那么像之前也有跟大家看过这个财报 那么这次罚了可能13亿美元或14亿啊 那么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报啊也是出了个预亏 那么折合这个美元大概是亏了七八亿啊 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显示啊 今年要这个中心的一个财报呢 是看起来应该会比较糟糕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利空一点 对还是规避了 大家先是不要去碰这样的一个个国 涨多少个涨停板呢 其实还是要忍住手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一个消费的板块啊 因为其实今天呢 整一个消费的就整一个数据来讲呢 我们觉得还是投资跟出口 可能比不上消费增长 速度未来经济增长 还要看一个消费升级的来拉动啊 并且呢关注到近期呢 其实港资对于一些消费股的买入 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是不是最后这个消费 消费逻辑带动的一个餐饮旅游板块啊 在近期来讲是一个逻辑比较强的板块呢 对那么如果从这个板块 这个整体走势来 指数走势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已经填补回之前那个坑 对 那么这也是大家 这也是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 那么比如说这个里面的一个中国国旅员 那么实际上年初至今 它涨了60% 那么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目 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个公司它做的是一个旅游方面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个品牌在国内啊 可以说是老牌 那么市场份呢也是第一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主要做的两个业务呢 一个是这个旅行 设的一个业务 那么另外是一个免税方面的一个业务 那么如果从这些细分产品来看的话呢 以这个17年的一个数据来看 这个分拆业务里面这个占比最高啊 这个实现这个122.77亿的是它的一个 148.6亿啊 这是它的一个免税商品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一块呢是同比增长了七成 那么也是这个业务里面毛利非常高的一块 达到这个45%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块呢 因为这个中国的一个免税啊 是需要去申请这个牌照的 对 那么全国呢也就两家公司有 一家是它前不久收购的公司 叫做日上这个公司 是它之前收购回来的 那么也是拥有了它的一个全牌照 那么这一块是未来重点这个增长的一个看点 那么此外呢 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促进油业务啊 跟这个国内油业务呢 是涨了这个分别涨了第二第三大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两块呢 实际上去年同比有出现了一点这个回落 毛利方面呢 也有稍微的一个回落 那么这呢 主要是跟这个 呃 行业里面的一个竞争呢 不断这个扩大有关 啊 并且这一块呢 本身毛利也不是特别的高 啊 大概保持了5% 6%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总体来看呢 这商家马车呢 啊 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去年呢 一方面国内旅游人数呢 是达到这50亿人次 啊 有一个12.8%的一个正增长 带来的一个收入 那么出镜油方面呢 也是啊 同比有7%的一个增长 啊 那么这两块呢 是呃 推动了这个 他这商家马车能够啊 带领整体的一个啊 营收业绩呢 是啊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增长呢 是维持到了今年的一个一季度 啊 去到这53%的一个增长 好 那么啊 未来来看的话呢 还是在这个免税方面呢 啊 我觉得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 包括整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趋势呢 啊 都是能够提供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嗯 消费升级就不必说了 其实单讲这个免税业务啊 新收购的先不讲 他04年的时候呢 跟中免集团合并 就是我们在 经常在港口啊 机场啊 见到的免税商场呢 很多其实都是中国国旅旗下的 那么另外呢 政策方面的支持 一来是海南岛 有一个离岛的免税政策放开呢 其实已经很多声音是在要求了 另外呢 其实如果对标一下 中国跟韩国这样的一些免税政策啊 中国很多出入境室内的放开 还是没有一个 比如说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指导的 但是近期也是关注到 像上海呢 出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政策 要指出适度发展室内免税店 口岸免税店 对 还有一些高端品牌的outlets这样子了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讲 对于中国国旅免税的方面 免税它这样的一个业务发展 还是有比较大的支持的 对 那么通常免税呢 它会跟这个奢侈品相关 那么奢侈品在中国在这个全球 中国的一个消费能力 是去到了接近四层的一个能力 对 那么随着未来呢 不断地开放这些所谓的窗口啊 并且呢 是要说到提到一个这个 奢侈品相关的一些 降税的一个税务 那么这呢 都是能够带来比较大的一个 增量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的 那既然是讲到了中国国旅部 我们去进去看一下 它的一些盈利状况了 其实过去一年它的盈利表现又如何呢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PPP 可能要请这个导播转到这个下一页 那个情况 那么第一个呢 营业额啊 刚才提到是去年有一个两成六的一个增长 那么今年呢 更是去到百分之五十三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刚才提到啊 去年这整体的中国旅游业的一个GDP啊 大概的贡献率啊 去到了这个总的GDP量的一个百分之一的一个情况 那么达到了九点一三万亿元人民币 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啊 那么未来呢 啊这个占比是要是有一个不断提高的一个趋势的 那么这一块呢 除了这个出入境旅游人数不断提高啊 带来一定的一个增长以外呢 就是刚才一直在说到的这个免税方面的一个业务 嗯 那么基本呢 去到中国的各大这个免税商场啊 都能够见到啊 这个它的一个旗下公司啊 在经营这样的一个业务啊 那么受到呢 特别是免税这行业的一个毛利比较高的增长呢 是带动了啊 它的一个毛利率呢 在啊 17年的时候呢 同比出现了一个啊 不错的一个回升 啊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这个个股啊 也是啊 有一轮比较不错的一个声势 那么更多呢 是在等待这个中报的时候啊 啊 它这个业绩进一步的一个改善 那么从它的啊 财物报表来看 有一个规律啊 就是它这个啊 免税方面的业务呢 是负责提高它的一个啊 毛利水平 那么另外一个啊 旅游业务方面呢 则是为它这个现金流改善 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啊 那么这个工作 这个公司总体来看呢 它的一个财务报表啊 是比较这个扎实的 好 那么未来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好 那么这样的一些个股啊 可以说是 整体这个消费升级板块里面的 一些啊 龙头的一个个股 嗯 可以保持关注了 不过其实讲到 比如说旅游啊 航空啊 这样那些板块的时候 我们之前经常会讲说 啊 人民幣的汇率可能又走低了 可能会影响大家一个 出进游的一个需求 但其实啊 就是比如说 我自己要计划去出进游的话 其实都是提前去预定的 对对 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 短期 而且我消费的金额 其实不算说特别大的情况下 对于一些消费升级需求 比较强烈的消费者来说 汇率短期的变动 其实影响不会说真的有特别大 是这样理解吗 呃 短期来看的话 我实际上这个影响还比较有限 汇率的话呢 我觉得 还是要从一个比较 比较长 比如说一年后 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去考虑 那么包括呢 这样的一个国旅公司啊 也有这个盐报呢 是分析了一下这个汇率变动 对这个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的一个改变 实际上模拟出来的一个敏感度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换句话说呢 最近人民币算一直在贬值啊 但对这整体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影响啊 并没有说短期非常明显 嗯 好的 非常感谢茫详细的分析啊 今天时间也是差不多 我们先和忙聊到这里了 上述调过的个股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